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叮这个蛋的问题 然后被恐吓吗 他不是还拿着手帕哭吗 旁边不是黄国昌吗 结果搞了半天 他自导自演 然后他自导自演 还找了一个国民党的党工 来自导自演 然后呢 这个好游的这个临板主啊 他最后呢 在道歉的时候 人跑到了奥地利 跑到奥地利之后呢 然后秀出一张党政 是民进党的党政说 我今天就要退出民进党 所以这个事情 你不觉得非常的复杂 我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内幕在哪里 第一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好游的版主 他在讲到恐吓的 这个假造的内容 他找了一个国民党党工 不是那么单纯 绝对不是说 因为我这个好游的版主呢 就是林玉宏嘛 我不想再发文了 好累哦 我又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我干脆就假装 我被恐吓 所以我就不再发文了 你认为我们全台湾的 都是三岁小孩吗 怎么可能呢 今天你不要发文 你就不要发文了 没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啊 你可以说我受很大的压力 我没有办法发文 我不再发文了 不就结束了吗 你干嘛去搞一个这么大出的 这个造假的内容 我跟大家讲这个造假的内容 扯到三大部分 第一个国民党中央 有没有人知道 第二个云林张家有没有扮演角色 第三个中共高层 不要讲高层 中层 中共方面到底知不知道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没有这么单纯 而且你知道吗 怎么可能呢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检方 到底是谁泄露了机密 为什么在这个事情在查 昨天对不对 昨天10月2号抓人 人家10月1号就跑了 你知道这个版主10月1号就跑了 而且版本超多 一个就说刑事局说 我跟你讲他没有出国啦 他假出国 然后接下来说 我跟你讲他去日本 然后又说 我跟你讲他经过香港去日本 然后又说 他现在在奥地利 因为我们的机票都出来了 我跟你讲 这里面没有内鬼才奇怪 那这个内鬼当中又牵涉到 我就请问你 为什么这个林北好游 他要去弄这么一出假的戏 他当然就是要讲说 你警方很糟糕 你行政院长大人哥很糟糕 我被恐吓这么可怜 你都没有抓到我 你们执政党很糟糕 你在管蛋的事情 我被恐吓 而且你知道一堆的人 都全部是翻车 包括了我们的前台大的校长 管中敏都翻车 你说谁砸碎 怎么放任这个事情 那现在到底谁是砸碎 我觉得管中敏要出来讲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分蓝绿 这个事情就是说 你不能造假 你是蓝的是绿的是白的 都不能造假 更何况这个造假的事情 不单纯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之外 还有 马文君这个事情 就蹦出来说 他开始出现另外一个 就是徐晓鑫今天公布了一个录音档 就说这个录音档 我跟你讲啊 这录音档啊 就是这个郭喜在骂人 骂一个韩国公司的人 干嘛干嘛 我跟你讲 那个录音档是一年以前 就发生的事情 而且就是郭喜跟人家 要不要成立公司的事情 这干马文君什么事情啊 郭喜再怎么凶 也不干马文君事情啊 郭喜今天爆出一个 更致命的料 他说马文君根本跟我去上海 他跟我讲 他要去上海建国台办 那我就请问一下 马文君立委 你要不要出来说一说 你在上海建国台办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到底跟他见面说什么 好 今天两个事情啊 造成很大的风暴 我们当然要看看 这个小犬风暴 不要骂人家小犬啊 这下风暴呢 来了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 就是假恐吓 但是呢 这个灵性版主啊 跑到了奥地利躲起来 没有躲起来他刚刚还发文骂人 骂了蔡逸宇骂了吴英宁 还有郭喜的录音曝光 那我今天跟大家讲说啥 好友恐吓 大家记得吗 他在黄国昌旁边 还在那边哭哭 对不对 结果呢 竟然是国民党党工 跟他一起自导自演的 好这两个人是谁 这个呢 就是好友版的版主啊 就是林玉宏 林玉宏在这里 跑到了奥地利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 国民党的党工 许哲兵 许哲兵在这里 两个人 他演出一个恐吓秀 自导自演 请问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而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呢 在这当中 他扯到了谁 他是张立善的小编啊 这个国民党党工 又是张立善的小编 又是张家俊的竞选发言人 又帮朱立伦处理信箱 国民党是否认 可是他是谁 他是中央政策会 里面的人你知道吗 中央政策会是负责什么 所以你说国民党的人不知情 我觉得这要有一个大问号 所以我来跟大家讲 内幕在哪里 内幕在哪里 第一个 他扯到国民党 第二个 他扯到云林张家 云林张家是什么 以农利业嘛 他就用农业来操盘整个选举嘛 那为什么你会扯到一个 临北好油的这个农业粉丝团 为什么又是国民党的党工 这里面真的很复杂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世纪大翻车有三个疑点 哪三个疑点呢 第一个 你这个好油粉丝团 不是在打蛋的问题吗 打进口蛋的问题吗 你这么的公平正义 那你为什么好油要恐吓自己呢 你为什么要恐吓自己呢 第二个 这个是国民党党工 配合的个人行为 还是有所谓的共犯 你知道最新的消息 共犯还有两个人 共犯不是只有现在两个人 现在两个 一个是国民党党工 一个是好油的灵性版主 还有两个人 那两个人是谁啊 那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吗 有人就讲说也不能看党籍 搞不好我现在就随便赶快去入党 然后我做了一些事情 我就说你看我是什么党的 但不管他什么党他是谁 第三个疑点就是 你记不记得 这事情还没结束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就在好油的版主被恐吓的时候 有人冒名蔡英文 跟冒名赖清德 说要炸总统府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请问那个冒名 是不是也是国民党党工 许哲兵做的 那不是他做的是谁做的 而且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这事情为什么扯到中国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然后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这个是最大的疑点 我们真的是 我们台湾是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大家都有基本的智商 我想请问 如果只是你的粉丝团要停更 你要停更就停更 你林玉宏有必要搞这么一大出的恐吓戏吗 你知道这个假造恐吓 这个是会有四到七年的重罪 然后我再来告诉大家 今天蔡玉宇就说话 蔡玉宇说话说 我跟你讲 这个林玉宏 他之前就在嘉义有做过事情 而且他有做过这个所谓的新生先有限公司的业务 然后在这里呢 你知道这个好游的灵性的这个版主 人在奥地利 我不知道时差应该五个小时吧 他也不睡觉 他也不干嘛 他开始发文批了 我跟你讲 你不要发文那么多 你就回来吧 你就回来台湾面对 然后整个来说 但事实上 今天我们看到高速公路 刚说在高雄段有发生车祸 今天在台北也发生车祸 我说的是隐形的车祸 包括了黄国昌 管中敏 朱立伦 柯文哲 王洪威 一头拉骨 足返 不及被载 全部翻车 那我今天要看到赖清德讲的话 我觉得他讲的话是蛮直接也蛮重 他说如果 如果最后证实 是真的自导自演 这也是台湾民主化之后 第一次有在野党抹黑政府 所以他认为国民党 应该要负责任的对外说明 我看到国民党 昨天晚上急到不行 发了两篇的声明稿 我就觉得说 这到底在演哪出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邱毅有不同的看法 邱毅说这个所谓的好游 造假恐吓的部分 影响到侯友宜不到 真正影响的是谁 是马文军的疑似泄密案 他说马文军 他对侯友宜的杀伤力更大 为什么他的逻辑是 这里面还扯到别的立委 而且这里面还扯到什么 如果真的有外泄的话 你知道吗 侯友宜真的不用选了 这个是谁讲的 这个是邱毅讲的 好我们来告诉大家 就像台风 台风现在还没有来 但是我们看到东部 东南部 观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 他是这样的一个走过来 会扫到我们的南部 恒川半岛 或者一些台东 可能风滴这个地方 可能东路 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 遐管效应 什么是遐管效应 遐管效应就是 他会造成这里 等于是我们的西岸 会有阵风 真的会有阵风 好 今天不分蓝绿的 你怎么看 不分蓝绿你怎么看 我们要告诉大家 有个26岁的女子 感染了登革热 结果发病10天以后 就不幸过世 你知道全台湾登革热 有多少人死亡吗 我等一下跟大家说 还有我给大家看的 这个郭台铭 郭董的联署 他有个秘密武器 据说很抢手 我刚拿到了 等一下给我秀 这个所谓的 隐藏版的紫色 是什么样子 还要告诉大家 会流民调最新的内容 郭台铭只输给侯友仪 4%而已 另外再告诉大家 最新的内容 就是好游的 灵性版主 林玉宏 他人在奥地利 有最新的发文 我真的觉得奇怪了 你人不回来 就能发文 好 我们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今天的内容 你可以看到的 在这当中 就是先来讲到 这个 林北好游的翻车 黄国昌今天戴口罩 当然疫情来也是 但是他不戴口罩 可能大家会觉得 他有些尴尬 黄国昌认了 而且他说蛮错愕的 然后蔡逸余大爆料 就说我跟你讲 这整个事情 到底谁是被鼓仔 那先来看到 好游假恐吓 真演戏的部分 根本就是勾串起来的 就是等于是 假的啦 那林北好游的版主 林玉宏的下落 检警掌握 他已经飞往了 奥地利藏匿 如果船居不到的话 就要对他发布通缉 那检警就掌握说 他是在10月1号 搭机前往泰国 我那里有一张 有他的那个班机 等一下给我 随即呢 他就到奥地利维也纳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他这里有两个共犯 因为呢 两个共犯当中 就是说 脸书账号资料的提供者 还有域外账户的 网路技术的提供者 就两个 也可能是同一个 同一个人 但是如果两个人 就两个共犯 那不就是二加二吗 另外今天监视 录影器曝光了 独家访问到 我们看到呢 许哲宾就是国民党党工 他到这个永和的咖啡厅 那店员怎么说 当时警方是拿船票 怎么去搜索 好我们今天还要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内容 我们就说 整个事情实在是 非常难以想象 我们讲到难以想象呢 这里就来告诉大家 我们说这整个的状况 当然要看的 后续的发展是什么 后续的发展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刚刚讲 机票时间 都出来了 之前怎么会传来传去 我以为他做统子出去的 他是曼谷飞维远纳 台北到曼谷飞维远纳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班机 但问题是 你总不能跟说 我台北香港 然后到曼谷再到维远纳 应该没有这样分了 那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 就是昨天 我们赢了韩国的 这个左脚金牌 真的引起很多的效应 今天有人就说 这不就那个电影里面 一舌之叉吗 舌头也可以赢 到底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韩国瑜 他惹怒了柯文哲吗 因为呢 国民党就要找韩国瑜 现在柯文哲 他是另一方面 在拉拢韩国瑜吗 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 也曝光了 还有好游的藏进人是谁 吴英宁说 他只是一连串当中的人的 一个人 为什么这样讲 北部会放台风架吗 还有日本菲律宾 好紧张 布林肯 美国国欧卿布林肯唱歌 有八百万人点阅 我们应该真的要再听一次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我们就说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好游的版主不是在那边哭吗 然后他后来就讲说 恐吓他的人 他说不是那个陆生 不是那个陆生张海川 他说不是陆生 他说不是 我有跟他联络 他说不是 不是他来恐吓我的 我当时就觉得 你好游的林育宏 不是跟农业有关吗 跟云林有关吗 那你现在怎么会扯到 陆生的张海川 连刑事局都找不到张海川 你怎么可以联络到张海川 那我就要问说 请问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张海川 台湾不是每次 有一些恐吓炸弹案 都说张海川嘛 然后呢 林育宏说被恐吓 林育宏说张海川跟他讲说 不是张海川干的 那我问你 林育宏跟张海川什么关系啊 还是林育宏 他在台湾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张海川也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局啊 那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 真的先准备好防洪 台北市的水门 现在开始部分关闭 晚上9点要脱掉 台东有3000包的沙包 增文水库检查整个闸门 台东就是整个的加固镜头军 镜头军要再次为他们来犯 这次的小选台风的这个部分 好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的新闻重点的内容 先来讲到的 哎呀都要录音档 对不对 马文军的有录音档 然后呢再来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 就这一次的好游的假恐吓案 也有录音档 来恐吓扯国民党的党工 郭喜的录音曝光 再来告诉大家 这个录音曝光之后 有人就说 那是一年前的录音呢 你就是要保住马文军吗 那马文军告诉我们 你去上海 去国台办做什么 另外再来看到 小选台风的遐管效应 要特别注意 好另外我们要看看 就是郭董的秘密武器出来了 以及一舌吃叉 这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插一个舌头 这到底是什么比赛 好我们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不要忘记 今天呢选战的部分 侯友宜人到了南部 到了屏东 赖清德到了高雄 赖清德有办一个 等于是第四波的 国政的内容 就是要台湾创新驱动 以及川普今天呢 在纽约又出庭了 好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这件新闻重点当中呢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讲 今天这个所谓的 好友粉丝团 搞了半天 你找一个国民党的党工 来跟你这样子 互相之间的演戏 弄一个假的事情 然后你人跑到了奥地利 然后你秀出一个党政说 哇我是民进党耶 你知道最后一刻 你要让民进党给他一刀吗 但是你讲的话 大家能信吗 我之前还觉得 你监督弹的一些问题 讲得还不错耶 你现在是不是 全部都是假的啊 你怎么会搞这一出呢 你到底是要搞什么呢 我们有答案 我们的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 小犬的这个路径 有最新的内容 日本方面特别重视它 好友的版主 很多人翻车 还有郭喜的录音曝光 惊爆10月3号 惊爆10月3号 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的 就是恐吓 结果是演戏的 然后扯到 这个国民党的党工 先三风暴 第一个 你现在呢 检方已经把这个 国民党党工给抓起来了 许先生抓起来了 可是这个版主呢 林玉宏 人躲到奥地利 第二个赖清德说重话 我们再来看到 郭喜的录音党 怎么样来评论 第三个 我们要看看 这个台风的效应嘛 那我先跟大家讲这个好友的部分 这个好友的部分 我要讲是好假 好假 那你有什么是真的 你会让大家怀疑嘛 所以到下有人就讲说 哦 陈基仲是被冤枉的 对不对 你讲了那么多东西 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事情 该怎么做 就怎么厘清 但是你这样子的 一个整个出包 让大家顿时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太扯了嘛 粉砖 好友 板主林玉宏遭到恐吓案 十一天 惊天大逆转 他找国民党的党工 许哲兵自导自演 这个是许哲兵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林玉宏 然后呢 中央政策会 他中央政策会的成员嘛 那中央政策会 每天都收集情资 负责朱立伦的姓香 还有詹立善的小编 然后呢 就张家俊 2019年选立委的发言人 那刑事局今天十点半开记者会 而且更有趣 刑事局的记者会 他本来要开一直延后 然后大家就耳语说 他好像被施压 说是被桃源递检施压 我觉得不至于施压 而是他们要沟通 什么可以讲 什么不能讲 因为有一些东西 可以先讲出来 没有影响案情的 有一些就不能讲 所以才会搞得反反复复说 原来这个灵性版主 跑到了奥地利 中间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版本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个刑事局的记者会 还原起来 警方查出来 他是用萨尔瓦多的手机注册 然后注册的IP在墨西哥 然后传送恐吓的讯息的IP是巴西 哇塞 very international 然后你再看到 这个监视录影器出来了 这个穿白色衣服的这个人 就是看到他进到 在永和的这间咖啡店 监视器曝光 许哲宾是在21号晚上 6点多进入 他先录音自保 他大概是在发出恐吓信函的 前五个小时录音 那你可以看到他什么时候发 他是6点41分上传恐吓 也就是他五个小时之前 大概是下午的一点多 就先跟这个版主啊 林先生在那边543 毕竟这个国民党党工不是干假的 他看到543以后 他就把他录下来 录下来他要自保啊 要不然他就主持者是他 现在为什么 你看到这个版主啊 也就是林玉宏 人跑到了奥地利 但是他认罪 因为没办法啊 因为你完全被录下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啊 昨天10月2号上午搜索 许哲宾租屋的地方 然后之后他都坦承 就送到了桃园地检署 复讯收押 现场查获了两个笔电 两个手机 一直随身叠 那我们来看到这里 这个是永和的咖啡厅 他是住在中和 这个咖啡厅是在永和 然后呢恐吓前五小时 录下了手机对话来自保 然后呢我们看到在这里 国民党全部翻车 朱利仁 侯友宜 黄国昌 黄国昌不算国民党了 那我们来看到 他昨天晚上11点32分 就是开始发声明 昨天晚上第一份声明 然后今天早上又在发声明 第二次才证实是党工 然后呢中央政策会的执行长 曾明忠 今天开记者会就道歉 他说啊我个人督导不周啊 感到真不好意思 他就这样讲 因为中央政策会是头头啊 你下面是中央政策会 里面的成员呢 然后他即日起就解除 跟许哲宾的牢固关系 但是我要问的是 那你没有开除他党籍啊 就是表示国民党党员 可以做这个是OK的吗 这有点奇怪对不对 你没有开除他党籍啊 民进党是开除 另外一个 就是林北好游的那个 那个版主说 我是民进党的 我要去退出党籍 人家不用你退出 我立刻把你开除 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讲的 这个直播落泪 大家印象深刻嘛 黄国昌在那边还递手帕给他 黄国昌嘴往上也吓到睡不着吧 他嘴往上11点23分就发文说 哎呀我我我问他 他只给我三个字是真的 我就是为了负责 我就下架 然后大家就说 你不是很会咆哮吗 你不是很喜欢讲然后呢 你现在到底多少是真的呢 大家你现在还要当法务部长 你世人不明可以当法务部长吗 反正一堆蓝勾勾全部留言 然后呢黄国昌刚下午最新说 他的斗内的钱会捐出来 可是大家伤心被欺骗的感觉呢 好那我们来告诉大家 这里面哈 林雨宏在今天凌晨5点56分 发800字认错 他秀出他有民进党的这个党证 民进党就查出来说 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入党 你知道吗 他2020年入党的时候 是在桃园入党 然后他是网路入党 在那个时候网路入党 你不需要任何推荐人啊 哎我跟你讲 民进党这就是落 这就是漏洞啊 你阿里布达的人 比如说中国的同路人 或者是恐怖分子入党都可以吗 你这个当然要改嘛 那我今天再来跟大家讲 郭喜的部分也出来了 郭喜的录音曝光了 邱毅说我给你讲 马文君啊 才会整个大商侯友宜的选情啊 你知道邱毅他非常清楚这个事情 邱毅这样讲 他跟中国很接近很了嘛 所以他可能知道 马文君在中国做了什么事 这下子可能国民党要紧张 好那我们今天再来告诉大家的 今天呢我们看还有一个 你说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吗 川普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已经是第五次出庭了 因为川普啊 他跟家族企业涉及的民事诈 其实就碰轰了 他跟人家讲说 哦我的财产大概有十亿美金 我就可以来这个所谓的保险啊 贷款都比较高 结果他就是被约谈嘛 啊今天出庭还让人家进去拍 他就说啊 这是一个政治迫害的延伸 他是这样讲 那我再看一下许哲斌 许哲斌台大法律系毕业 结果被人家讲出来说 哦 案外案 国民党给人家三万五而已哦 你还怪人家低薪 哎台大法律系应该不止三万五啦 然后呢 他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当时立委张家俊 他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号 到福州参加海峡青年峰会 他说中国梦是青年共同为之拼搏的梦 被人家说哎你到底去中国干嘛 那个时候他是发言呢 发言人 二零一九他就出来讲说 啊你是抹红啊你是干嘛的 就就证实坐实了 他就是一个发言人 不过你知道吗 就是呢张家俊之外啊 张立善县长说 他是一个好孩子 但是他受到压力很大 所以做了不对的事 我突然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奇怪 我觉得他跟你们张家有没有关联 这是大家好奇的 他在背后谁给他钱啊 他在背后为什么要去帮这个 林北好游来做这个假的恐吓事情 张家知道多少 国民党知道多少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合理怀疑的 来美国新增了3109例八个人死亡 一人串的报道 我们当然要从独家开始啊 我们的独家消息是什么 独家消息是 你知道这整个经过情形是怎么被抓起来的吗 还有最新的东西曝光 我们的独家内容 然后只剩抹红抹黑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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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的街道 许哲兵背着背包慢悠悠的走进咖啡厅 顺着还到户外座围区享受放松时光 随后才闲晃着离开咖啡厅 整个过程从容不破 但是许哲兵在咖啡厅里 去做出让自己被羁押禁见的非法行为 脸书粉专林北好游的版主林玉虹自导自演 遭到恐吓事件 警方调查出当时时性嫌犯发文的地点 就是位在新北市永和的这间咖啡厅 给了一个搜索林 就是搜索票 然后就跟我们大概说一下 就是可能就有客人在这里 使用我们的WiFi 然后进行一些 海客类型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就请我们配合一下 检警追查 好我们来看到检警在追查之后 问题是在哪里呢 他翻墙注册 但是为什么谁告诉他 他能够来得及跑出国呢 我们讲的是林北的这个版主 不过原定10点的记者会 行事局临时喊咖 表示检方有意见 因为涉及侦查不公开 待没多久又改10点半召开 反反复复是不是被施压 恐吓犯许哲兵讯问后 全盘托出 警方依恐吓未造文殊罪 移送递检 也已遭裁定积压 禁建 主谋林玉宏 人在回国之前 恐怕无法 结束闹局 接着这种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里接下来要看的 等一下有更多的内容 可是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关心台风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台风的这个风暴 台风这个风暴怎么回事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个就是小选台风的路上警报 在今天已经11点半的时候发布了 它现在是北修300公里 北修300公里就会影响我们更大 那你可以看到呢 礼拜四登陆的热点 第一个就是台东大午跟泰马里之间 第二个就花莲的封兵 可能都会登陆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哪些地方会放台风架 高雄 屏东 台东 这三个县是可能达到这个标准 现在也公布了所谓的暴风的热区 或者是暴雨的热区 暴雨的热区呢 像是台东绿岛 蓝雨 恒春 屏东 高雄 台南七个地方 那所谓的峡管效应 就是因为外围环流进到了海峡 反而会造成西部 台湾的西岸会有间歇性的这么一个强风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么一个强风之后 接下来会如何呢 你可以看到今天下午最新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看整个的路上台风警报发布之后 本来白天是花东 恒春半岛 屏东 下午两点钟最新一报增加了高雄 傍晚5点40又增加了南头哦 注意看是南头哦 所以在这里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好 我们的报导呢 就先来看看今天最新的台风状况 墾丁船帆时海浪 掀起阵阵长浪 伴随强阵风 这海巷恐怕会越晚越凶险 小犬台风逼近 3号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且警报范围持续扩大 目前小犬7级暴风圈半径250公里 预估在周三暴风圈就会接触 花莲台东及屏东恒春 最新高雄也被纳入警戒范围 周三到周四期间影响台湾最为激烈 好 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里我们请记者到现场 看看第一现场的台东的状况 台东北南西出海口的海边 我们可以看到哦 其实海面上的状况 还是相当不平稳的 强烈风势卷起三米浪花 小犬台风预计四号和五号 影响台湾最为剧烈 走进市区中央市场旁大排长龙 民众赶紧来抢购蔬菜 台风来困在家里面没办法出来 然后台风过后菜价会涨价 收到教训了 赶快买起来啊 心有余悸 把上回房灾做不够的全力补齐 民众不敢掉以轻心 把菜篮装满等着结账 填饱肚子还有苦力活要做 台风已在台湾不远处 民众下午赶来分工合作 好 我们来看到呢 现在在台东地区 大家都是拼命的在堆沙包 现在呢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 好 另一方面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就是我们今天进入到深水区 这个风暴可能比起小犬来讲 已经达到了疯狗的等级 这风暴实在是太大 两个风暴 第一个风暴就是 这个好游的粉丝团被恐吓 搞了半天竟然是他找了 国民党的党工一起自导自演 第二个风暴 我们要看的就是 马文君的部分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有录音党出来 但是你只是要转移焦点吗 好 我先看到呢 第一个先来讲到这个自导自演的部分 自导自演第一个 不管任何政党都不可以 你欺骗了大家的感情嘛 你让大家支持你的人 现在真的傻眼啊 觉得你这个好游粉丝团 到底在搞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告诉大家 我们就来看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呢 一个你可以看到的 我刚刚在这里 一个就是呢 我们讲这个好游的版主 叫做林玉宏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帮他的 国民党的党工 叫许哲宾对不对 现在这两个人 许哲宾被扣起来 被抓起来了 然后呢 林玉宏呢 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他现在跑到奥地利去了 那许哲宾虽然被扣起来 虽然就解职了 可是呢 国民党还是要留住这个党员 他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可是我要问的是 你恐吓自导自演 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好 我逐一的来讲 我先来讲这个 现在跑在外面的 没有办法被征讯的 就是好游的灵性版主 林玉宏 你看到林玉宏的这个部分 林玉宏现在检警已经掌握 具体要对他发布通计 他是跑到哪里去 经过泰国 然后转机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那我们看到 今天几个人都感觉到错愕 一个是黄国昌 黄国昌今天下午 刚好在台北地院 为妨碍民遇案出庭 对于这个事情 上他直播哭诉 他在旁边黄国昌也快一起哭了 今天真的快哭不出来 他说我蛮错愕的 黄国昌说跟他联络 有简讯 对方只回答三个字 是真的 然后黄国昌今天说 台湾是法治国家 任何自导自言的事情 不管理由是什么 都不被允许的 他也支持检掉权力的彻查 有人就说黄国昌 他真的是最近翻车蛮多的 从他家里的维建 到他的居住正义 翻车蛮多的 但是我觉得一码归一码 你要把斗内捐出来 至少那是at least you can do 至少你可以做的 你也道歉了 但是我只是觉得 好像应该是讲 然后勒 你那个还是要讲 那再来看到 这个就是蔡逸宇 蔡逸宇针对 因为这次他有所谓的 说他是民进党党员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林玉宏 林玉宏说他是民进党党员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到蔡逸宇怎么讲 他就说 他2016年曾经在 嘉义县政府短暂服务过 对他有基本了解 他过去就不是民进党的 然后林玉宏曾经在2015年 到2017年担任民股 跟嘉义县农会 九家农会合资成立的 一个叫加级人创新农业 行销股份有些公司的总经理 可是因为官股民股没有到位 那合计的资本额四千万元 员工只有他一个人 运作两年多亏损四百多万 董事会就决定清算算了 解散好了 所以他2017年8月解散 2017年8月解散 2018年林玉宏就跑去 云林县政府张立善那边 替张家服务了嘛 那对于这点 你知道林北好游 人在奥地利还发脸书 发好长的文哦 反击哦 他说是彻翼成了立委吗 还是立委变成了彻翼 他说我不是在嘉义县政府服务 蔡玉宁不要这个搞不清楚 既然我犯错 就这个事情上犯错 但不要什么脏水都泼在我身上 而且他还骂什么 他还骂说 你说谁满肚子坏水 我觉得你才是满肚子坏水 他就骂蔡易渝 然后他还骂吴英宁 因为吴英宁说 这个林玉宏 是当时打他下来的 一群人当中的一个而已 然后林玉宏就说 难道吴英宁在台北议会 被执行薪水250万 你自己回答248万 跟我有关系吗 然后他又讲到陈吉仲 他的作为我觉得不妥 我当然是评论 不然要说都是陈宝基的遗毒吗 我觉得林玉宏 你还蛮有精神的 你赶快回来吧 一堆人为了你翻车 痛到不行 我们先看黄国昌 任何这种自导自言的事情 不管理由是什么 都不应该被允许 我也支持写调 全力撤查 那你会捐出直播的动力吗 当然 外网被称为战神的黄国昌 常常爆出猛料 现在却频频出争议 从局班716居住争议游行 被爆出侵占国有地 老家为鉴早拆除 黄国昌再度翻车 尽管第一时间发文致歉 但对比监督政府的力道 外界执意黄国昌 似乎对自己犯错很宽容 过去在面对批评 其他政治人物 家里有违禁的时候 是用非常高分贝 非常强力的力道 在抨击 那当自己的家人身边 出现这样状况的时候 就似乎是变得相当的和缓 相当的所谓通情达理 在监督政府 跟面对自己有相关争议的时候 这个检验的力道 应该都要一致 所谓的在这里面 这个灵性版主 说他有民进党的党籍 我们看赖清德怎么说 台湾的民主 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千万不可以 为了要赢的选举 不择手段 面对农业粉转 林北蠔油 日线生日遭恐吓 结果案情峰回路 转成了自导自演 还串联国民党党工 民进党主席 兼总统参选赖清德 语重心长 喊话检调应该演查 第一次有在野党的党工 以制导自演的方式 某黑政府制造对立 引起社会恐慌 这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 第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 那国民党的党工 跟他一起演戏的 这个许哲兵 也被起底了 一手麦克风 一手土板 戴黑框眼镜的 就是许哲兵 在张家俊跟苏志芬 竞选云林县立委时 关键时刻发言 有手有功 深受重用 到了苏志芬 要选立法委员的时候 就变成非法 我们觉得相当可笑 根据了解 三十八岁的许哲兵 是高雄人 私立道明高中毕业后 考上台大法律系 工作经历包括 云林县政府新闻处 现场张立善的脸书小编 二零二零年 张家俊竞选立委时 担任发言人 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政策会 但被爆料 涉嫌配合 另一方面 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什么 那来讲另外一个爆炸点 就是马文君的部分 马文君也在南投 然后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讲南投 因为今天不是说 南投发路上警报 这下子也要来路上警报 马文君的这个部分 今天郭喜就说 你要不要告诉大家 你当时跟我去上海 你干嘛去国台版 这事情怎么回事 还有今天要来看到的 就是他的郭喜的录音档被曝光 谁曝光的呢 是徐晓星 徐晓星曝光他的录音档 然后呢 郭喜呢 刚好就上周易寇的广播 然后下午又上政论节目 徐晓星11点03分公布 他这个六分钟录音档是 郭喜跟韩国的SI公司 池先生的翻译 小强在争吵 郭喜似乎不满对方开公司 另外开公司 然后就有骂他说 你要自己开公司 为什么不早讲 你们说没有办法开 我才开 那这个事情就是 有点像郭喜跟那个人家 开公司的问题嘛 这跟整个大局有什么关联 而且这是一年之前 郭喜就回应说 这是一年前媒体就写过了 那是一个被fire掉的 离职员工 想要弄狂 季节老板 还想开公司取而代之 所以呢就偷录音 他就话又讲说 国民党如果要请全党之力 来打我的话 我绝对奉陪到底 但是我也绝对不自杀 他另一方面就指控了 马文君两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把机密的资料 给韩国国安当局 结果造成当时的 来台湾帮我们做 潜见国造的一些人 被判三到六个月的刑期 有些人的公司是倒掉了 第二个指控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他跟马文君 有一次一起去上海 马文君刚刚讲说 要去看消防设备 因为郭喜做这样的公司嘛 他去了以后 结果马文君说 不行啊 你不能去了 我今天要去看国台办 所以那到底 有没有看国台办呢 至少马文君 是这样跟郭喜说 马文君有回应吗 那郭喜说 有一堆人都去 马文君的办公室了 那邱国正说 马文君工作认真 我不揣测 到底是谁泄密 好我们来看看 先从一年前的 这个录音档开始 你现在讲的都是胡思八道 你们去搞吧 你们 我就跟你讲 小强 如果你能在台船上班 我郭喜的名字 反过来写 小强我不骗你啊 还有那个 何小姐 能再进台船 我过期两个字 倒着写 你们叫我玩什么 你们聪明啊 一群叛徒 我没有要你们去背叛啊 但是我们也没有 我们是按照你的说法 来去做执行的 你们自己去玩 假如谁敢雇用你们 我一定告到底 我弯死你们两个 我弯死你们三个 我跟你讲 我已经叫人家去查 何小姐怎么入境的 好继续看报道 这些没有 没有属明的那些人 被释放了以后回来 你知道第一件事是什么 是找马委员 马委员也很 也很大方啊 承认啊 对我还有留有底稿啊 留有底稿 然后你们可以来看啊 实际联络马文君 他没有接听电话 但即使马文君 不想随之起舞 事件仍然持续延烧 立委邻居县 质疑马文君 偷抄浅件声闻资料 虽然马文君反呛 声闻无法被超录 不过 行程声闻的相关 的那些重要装备 这个是用哪些装备设备 这个是不能外星 公房委员会的 秘密会议 看的都是今日 好我们再看到呢 在这里啊 他就说没有一个立委 在现场抄东西的 好那我接下来跟大家来讲 大家来看到 昨天我们赢了这个韩国 然后我们的棒球 也再赢了他们 可是大家都在想 这个黄金左脚 怎么今天有一个舌头的版本 另一方面呢 就是韩国瑜激怒了柯文哲吗 好我先跟大家讲的 这个因为台湾的滑轮呢 黄玉玲一脚之差 0.01秒多斤 因为他的脚就这样滑到这里来嘛 那就港片方出就一舌之差 张卫健他当时演 也是抽刺 然后他的舌头就赢了 旁边是一个假黎明笑翻了 经典港片超级学校霸王 张卫健演 于铁熊法官 跑赢片中创造的假黎明 那其实这里有很多人啊 这是张学友嘛 这郭富城啊 这谁认不认 刘德华啊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啊 很多人都在这里 演快打旋风的角色 那韩国的媒体呢 叫做MyDaily 有世界上最羞愧的银牌 为题标题 另一方面就讲说 韩国怒火 没有办法随着道歉被交袭了 你没有拿到金牌 你不是因为没有拿到 你是没有经历到最后一刻 你败坏了运动家精神 虽然登上亚洲第二 银牌的价值大大的降低 然后你看到台湾 现在很多的梗图都出来了 这是全家吧 他就是有这样子 你看电视压线 然后就是说 永不放弃台湾人 台湾选手 全家来抽电视数量 很多很多梗图出来 那我们今天再来告诉大家 像这个 这个是谁的梗图 我不知道 韩国 韩国的梗图是这样子 你看他这只脚 这只脚 他们真的气炸了 那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说韩国瑜 会激怒了柯文哲 主要就是 之前风传媒不是报道吗 中广的赵少康 9月13号 跟韩国瑜跟他女儿见面嘛 然后就说 10月中旬来推这个侯柯佩 然后呢 侯友宜不可以当父的 所以柯文哲就很生气 反击 他去美国之前就说 国民党想合作就比民调 要不然不叫合作 是并吞 然后你看他的镜总曝光了 他的镜总呢 就是咬住侯友宜的位置 他在这个侯友宜的本命区 也就是在新庄 这个力保集团总部的 一二楼 你看柯文哲在这个地方 距离侯友宜大概是七公里 那侯友宜的这个地方是在板桥 国民党的新北党部 那郭董也在这里 郭伴呢 在板桥有一栋五层楼的独栋房子 距离侯友宜只有六百公尺 好 那我刚刚讲到这个 临北好游的这个临性板主 为什么会扯到吴英宁 因为他当时就一直在打吴英宁 可是你知道他在打吴英宁的时候 是2018年 你认为他在打民进党的吴英宁 打得半死 然后2020年 他又去入党民进党 这逻辑很奇怪嘛 然后吴英宁就说攻击他的那一批当中 林玉宏只是一个小配角 然后你可以看到 2018年吴英宁是北农的总经理 那当时呢 郑韵鹏就说林玉宏可能是卧底 当时线上 介绍人是叫詹青线 詹青线曾经担任桃园市党部的专员 如果当初没有填写推荐人 桃园市党部就把申请书印出来 作为推荐人 因为线上 所以就变成是就这样子就过关了 好 我们今天再来告诉大家的 当然还要讲到台风的这个部分 会不会北部放台风价 气象局说 现在几率不到了 但是变化很大 要小心今天晚上 马祖基隆北海岸东部 恒春半岛都会有大浪 还有是什么呢 菜的部分 均价43.5 高丽菜涨到42.6 青葱每公斤达到215块 上次不是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唱了这首歌吗 就是跳肚皮舞的男人 或者是 但是六天点夜率达到911万 我今天看到稿子是800万 现在变900多万 我们的报道 对于放假来说 就雨量来说 可能还是有些差距 听到这个蓝调 就感觉又动起来 我们一分钟就回来看看 这个是郭董联署的 送的这个笔 没有超过27块 现在据说是已经都是 找不到货了 另外再来告诉大家 登革热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最新的一份 刚刚民调出来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先来告诉大家 登革热要特别小心 因为现在出现了死亡的病例 这个是疾管署间的记者会 上个礼拜新增本土的病例 来到了2542例 那我们知道呢 有一个就是20多岁的一个女性 不幸10天之后就死亡 现在有5例的这个例子 这5例的例子呢 大概年龄是20到80多岁 三个男的 两个女的都是潜在疾病 那各地来看最高的地方 台南2000多例 高雄145 再来是云林往下 那你看台北也有 台中也有 台北跟台中各三例 年龄是10岁到90多岁 所以大家家里面 那个水不要放太多 就小心登革热 这个决绝会出现 那你看这个民调 最新的民调 这个是汇流民调 最新出来的 赖清德28.6 柯文哲24.3 重点是侯友宜 只有领先 郭台铭4% 然后这个联署 你看看这个有一些 你联署就有送这个笔 但是出现了隐藏版的版本 我今天没想到 他们给我的这个 我跟黄世修说 借我秀一下 我再还给他 这里面隐藏版的 就是紫色 黑色 还有就是这个绿色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赖清德的 第四波 国政政检 北战2024民进党总统参选 赖清德第四场发表会 以创新经济智慧国家为主轴 更提出七大主张 包括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任性 让台湾成为经济日不落国 以及打造台湾成为智慧科技岛 到发展护国群山 推动产业多元发展 还有推动绿色成长新战略 好我们来看到呢 在今天这个现场当中 包括朱敬一也在现场 那我们现在进广告 就回来告诉大家 今天台北市 晚上九点就要拖车了 我们有个讯息跟大家说 还有就是 好游的版主林玉宏 他入党的时间 怎么扯到韩国瑜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告诉大家 就是在这里呢 林北好游的这个版主林玉宏 他入民进党的时间 被说跟韩国瑜很巧合 因为你知道呢 网路上的网友说 他是四大韩粉之首 四大韩粉之首 干嘛去入民进党呢 他的时间是2020年的3月6号 那你记不记得 2019年12月25号 递交罢免第一阶段 然后第二阶段 到3月9号的时候 第二阶段 4月17号中选会宣告成立 所以他们怀疑 他入党的时间扯到韩国瑜 可是现在大家都在抢韩国瑜啊 侯友宜他昨天在凤山的庙 就说 哎呀我跟韩国瑜有来拜啊 因为蔡振元就说 未来可能是科韩配 所以大家在PK 另外我们再看 今天晚上台北市 五点已经是疏散 指出不进 九点要来拖 包括了淡水河沿线 基隆河 中山桥 还有周美大桥 要特别的注意 日本已经说 到时候是这样走 整个暴风圈 哇会有这么大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花莲的部分 一个个强化玻璃窗户 被搬下车 叶者不敢休息 因为小选颱风 强势来袭 要赶在风雨到达前 完成装修 所以他是趁颱风 赶快赶 对对对 赶啊换这种什么材质啊 大家都在准备啊 怕到时候风力太强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好我们来告诉大家 就是美国政府关门的危机解除之后呢 这个比较平稳一点了 但是你看到台积电 今天中场是下跌了四块钱 那我们另外再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因为这次恐吓好游的自导自演 谢佩芬就说 王宏威 请问你的案子是什么模式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好另外我们最后来看看 就是虽然台风来了 来导播进画面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我们陆军航空的部队 仍然在训练 明天见